台湾半導體產業 當然半導體產業分得很細 尤其在製造代工 台積電世界第一 封測我們幾乎也是第一的 智慧型手機晶片IC設計 零發科 這三記下來 我們也第一 這麼多的第一 世新請上來 他就跟我說 又如何 我們的第一 如果沒有日本給我們一些東西 我們還是被掐著脖子 讓我想到半導體最上游 有一些的化學原料 好像九成以上都是日本出口 沒錯吧 沒有錯 所以我們的脖子 真的被日本給掐住 對 沒有錯 其實半導體有三個領域 第一個領域就是化學品的部分 跟材料的部分 另外就是成品 再來就是設備 到底日本強的地方在哪裡 除了剛才瑞涵說的化學品 我們來看一下 還在矽晶圓 那矽晶圓其實我們很清楚 像這個腎膏 還有性悅化學 他們做出來的這個試占率 就已經占百分之五十五 那在光阻劑的部分 占九成光照 甚至連光照也有兩成左右 那這個研磨液其實很簡單嘛 你這個晶片做完之後 你總是要把它一些毛毛邊邊 把它修一修嘛 那就要用到這個研磨液 那這個竟然試占也有四成多 甚至到後端封裝的這個導線架 還有封裝線都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之間的試占 那在設備這邊 設備你看這個圍影設備 其實就是光刻機 那光刻機 其實我們當然知道是艾斯摩爾 但艾斯摩爾最先進 他是最近這十年才超越日本 在十年之前 其實是日本的Nikon跟Canon 他的光刻機是世界第一的 那即便如此 他現在的試占還有百分之八十八 為什麼 因為這個比較低端的製程 還是用他的 另外這個氧化擴散乳 這是什麼 有時候你晶片上面 你要度一些氧化物 那就需要用到這個設備 你看這兩個 這個試占也有八成多 那最後你晶片做出來 這個清洗的設備 你看這個也有六十五趴的試占率 那最後這個切片機 這是什麼 你把晶片做好之後 你要切成一小塊 一小塊切成晶片 你要交給廠商 那這個切片機 也是由這個日本這家廠商 叫disco 當然不是跳舞 那個disco 由這一家廠商做 試占率有百分之八二七 所以其實看起來 這看起來 日本的這個半導體產業是很強 所以為什麼剛剛施星有講 剛剛直接給我答案 我們的半導體產業 就算再強 也被日本掐個脖子 這張的表格 剛剛施星也跟他說了 是日本日本的半導體化學瓶這一欄 跟設備這一欄 在全世界的試占率 換言之 如果這個東西他不賣給你 試占很高的 你也沒有辦法跟他人買 日本不賣 你就半導體傻也做不出來 沒錯吧 所以日本的重要性 我們看出試占率 對 那剛才我上一張圖卡 看起來好像日本很重要 可是很奇怪 很吊詭的是 其實日本在全球半導體的這個產值 其實是逐年在下降 來 我們看這個圖 這邊是半導體的產值 包括IC設計 還有材料 設備 成品 通通加起來 對 這個到2020年 這裡大概是4700億左右 對 全球半導體市場的規模 是在攀高的沒錯 但藍色這條是日本的市場 對 日本市場 那他從這個1988年 一路下降到現在2020年 其實只剩下9% 那我們台灣大概在這邊 20% 百分之25左右 那南韓大概低一點點 所以怎麼樣都比日本都還高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你知道這張有多奇怪 這個不要輕 我們市占率半導體部分 還比日本還要來的市占率 全球市占率來的高 你看剛已經說 日本未有那麼多的半導體的關鍵原料 全世界的需求規模市場大不大 紅包子就全世界要這麼多的總量的市場 半導體的規模 我就是要買這些的材料 可是為什麼日本未有關鍵的這些材料 這個設備 他是在那邊去往下掉 不懂 主要是因為日本在產品端的部分落後太多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其實在一九九零一九八八 那個時候日本那時候的半導體著重在儲存的設備 那當時為什麼會這麼著重 其實在另一個有趣的產業 就是遊戲機 當時這個一九八十三年任天堂問世以後 我們小時候都玩過嘛 這個任天堂要什麼卡帶 那個卡帶本身就是一種儲存的設備 也是一種記憶體 那當時的這個需求很大 所以他們整個產業是往那個方向去走 結果這個到大概一九九三一九九四之後 這個遊戲機他用的這個已經不用卡帶 用這個CD 用光碟片 所以他你看從那時候就是一個分界點 你看就一路的往下走 我懂了 他把那個投資的重心 對 本來應該呢 你半導體很強很強 對 全球都得靠你 沒想到你的投資比例 投資重心降低了 轉到了遊戲機領域 對 應該是說他的半導體的重心 是放在儲存設備 而不是運算的部分 所以才會出現這麼吊詭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臺灣跟日本其實說要競爭的話 其實競爭也不是在產品上競爭 而是說我們臺灣會不會走日本的後塵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不會 我們來比較一下臺灣跟日本 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就講了 剛才講一九九零過後 日本他一直還是在研發記憶體儲存設備部分 可是我們臺灣已經進入這個晶片 計算晶片 所以我們走路是對的 那因為在這個政府的態度 我們過去的政府跟現在一樣 都是一直在支持半導體 可是日本好像就是每一個產業 我都一視通人 好像沒有特別去照顧他 那當時的國際局勢 他們是日本是被美國打壓 曾經日本的記憶體 據美國人的去調查說 日本最爛的記憶體 拿來跟美國最好的記憶體比 都還贏美國 所以那個時候美國就打壓他 可是目前我們臺灣面臨的國際局勢 是美國大力的拉攏 那另外在人才取得的部分 其實臺灣人才取得很容易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半導體產業 至少這二十年是很興盛的 所以這二十年來 每個這個年輕人念書 如果說大學 我要念機工電機 父母都是贊成 可是你在日本這個半導體 他們也不曉得到底是不是 西洋產業 甚至在中國大陸也是 中國大陸現在這個年輕人 如果要念半導體 他們家長不見得會贊成 為什麼 因為我不曉得這個產業國家 能不能浮得起來 那浮不起來的話 你去念這個科系 大概就沒有前途 那也是臺灣優秀 臺灣你如果臺清交 臺大清大交通大學 如果考到那個電機 放鞭炮 幾乎是家族光榮 保證進臺積電 沒問題 我還遇過 歷屆今年畢業的大學生 沒有到臺大電機 放棄重考 真的 對 所以人才取得也有差 那在產業的聚落 這個差距又更大 因為臺灣是整個 很完整的一個聚落 在竹科 在南科 但是這個日本 他就是少 像台積電這樣子的製造端 那最後在發展屬屬性上 有很大的差別 臺灣是每一個這個公司 都專一化 臺積電就是製造 那日月光就是封裝 那這個其他的每個都 聯發科 IC設計 對 講得好 那可是日本很奇怪 他們好像很執著於說 我就是要自給自足 我像Sony我就要設計 然後製造整個之前 就是他要全包 所以日本廠商品牌大廠 有些至今還是走IDM模式 就是我從設計研發 到成品出來 我自己做 你知道自己做自己自足 照看是不錯 因為no how都在我手上 可是成本壓力是很大的 為什麼美國跟歐洲以前的半導體 也都是IDM模式 後來把那個製造 晶片製造加給台積電 就是因為成本壓力太大 才把它分出來的 對 沒有錯 那所以這個 零零這種這幾樣加起來 就造成說今天臺灣跟日本的 半導體的差距 那剛才我們提到日本的半導體 雖然說他的設備跟化學品 雖然是市占很大 可是只可惜 那些東西的毛利率 其實都不高 大概都在20%以下 那不如我們像台積電做晶片 這個毛利率都是在五成以上 這就是第二張圖 他這個市占越來越低的原因 那如果說未來的挑戰的話 其實台積電未來是 現在股價一直上不去 我覺得一個原因是在於說 二字到三奈米 他的這個資本支出 已經先支出了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產品 還沒有看出說什麼產品 一定要用到二到三奈米 所以他目前這個部分 還沒有回收 不會說像那個5G AI 有些都要用到高階製程 對 但目前還沒看到 對 那這個對日本來講 他現在為什麼要大力拉攏 台積電看可不可以到那邊設廠 因為他必須要再把這一塊補足 這個這一塊補足其他那些才有意義 否則現在美國希望說半導體拉回到美國去生產 那如果這樣的話可能設備也在美國 那化學品也在美國 這個對日本來講傷害很大 所以他一直拉攏台積電的原因就在這 所以士忻 這個題目 從昨天晚上一直想到現在 想到此刻 聽完之後 我還是唯有那麼一點點的擔心 請問 未來五到十年 兩者PK之下 終究的Winner會是誰 首先他們不會PK 他們是會合作 那第二個如果真要PK的話 那當然是臺灣會贏 我們嘛 對 好 那星舊安龍 因為優勢就在這了 感謝士忻 非常謝謝您 請回座 講得真精彩 觀眾朋友第一個重點 為什麼士忻說 臺灣的半導體產業 就算在全世界 有些的領域世界No.1 我們的咽喉 還是被日本給掐著 此圖說明一切了 日本半導體化學品 全世界化學品細項 全世界的市占率 都是from Japan 日本 還有日本的半導體的設備 這些的設備 全球市占率這麼高 所以您說 脖子怎麼沒被它掐住呢 是有的 可是話說回來 那為什麼 您看喔 吊詭了 全世界在半導體的產值 需要用量 市場規模 一直不斷地創歷史新高 而日本不是很厲害嗎 在化學原料跟設備 他們的市占率都是八成以上 為什麼它的市占 反而一直往下掉呢 剛世忻講到關鍵了 我們做的 製造 代工 設計等等 毛利率高達五到六成 甚至到八成 七 八成 可是他們的化學原料 設備 日本賣的這些毛利率 只有兩成左右 賺錢能力是不如我們的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在這兒 我們的市占率在這兒 就是這樣 最後一張 就是我最在乎的 那麼台灣半導體的未來 要不要怕日本呢 不用怕 因為他們是化學原料 他們是設備 我們是製造代工 我們在乎的是人才比他多 我們是政府大力扶持 國際各國都拉攏我們 所以合作繼承態勢 未來如果真的要變成winner 還是Taiwan is number one you know 總之這個結論 是新 正確嗎 完全正確 感謝您超級精彩的這一題 進廣告回到現場之後 也要讓您有正確的理解 實在 至今我也還不知道 但我買了喔 我買了防疫保單 但是不太知道這個理賠內容值多少 因為我叫先生買的 大家都買了耶 狂賣這麼多件喔 所以理賠內容 您該知道的事項 理賠不是所有都賠喔 是有一些些該注意的美感 有沒有陷阱呢 Jeff告訴你